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設的θ大於2分之π小於π 且cosθ是等於負的5分之3 求下列各小題 那首先呢 這個θ是第二向線的角度 我們把它標示在這裡 那麼cosθ是等於負的5分之3 那麼cosθ呢又是r分之x 因此呢我們r就是5 那x呢是負3 這時候我們可以算出啊 這個y 因為y是正的 所以呢這y等於4 那麼sinθ呢是r分之y 所以呢這是5分之4 在這裡 cosθ呢是r分之x 所以呢這是5分之負3 也就是負的5分之3 tangentθ呢是x分之y 所以呢是負3分之4 也就是負的3分之4 那我們來求 首先這第一小題 sin2θ 這是等於2乘以sinθ 乘以cosθ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值啊帶進來 這是等於2乘以5分之4 然後再乘以這是負的5分之3 所以呢乘起來我們就得到啊 這是等於負的這是25分之24 這一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我們要求cos2θ之值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使用 這cos2θ呢是2乘以cosθ的平方 再減1 那麼cosθ呢是等於負的5分之3 那取平方呢得到是25分之9 所以呢我們帶進來 2乘以25分之9 這是25分之18 那麼再減1 減1呢就減掉啊25分之25 所以相減呢我們會得到 這是負的25分之7 這一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我們要求tangent2θ之值 那麼tangent2θ呢是等於 這是1-tangentθ的平方 然後分之 這是2乘以tangentθ 這時候tangentθ呢是等於負的3分之4 所以呢我們把它帶進來 這個分子呢 2乘以負的3分之4 是負的3分之8 那分母呢是1 減掉 這是負的3分之4取平方 所以呢是9分之16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分子分母啊 同乘以9 那同乘以9呢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是等於 乘以9把3曰掉 所以是負的3乘以8 所以是負24 那麼這裡乘以9呢 這個是9 然後減掉 9分16乘以9 這個是16 好 所以呢這會等於 這是負24 然後去除以 9-16 這是負7 所以呢這負號啊我們把它曰掉 9-16 所以答案呢是等於 7分之24 這一個答案 是9分之1 7分之2 3分之2 1分之1 3分之1 谢谢大家